那我们再来看一看 如果你是有实际经历的 有工作经验的 你的这个工作经验 应该如何去描述 那第一的话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工作经验的 这个描述的要点 这是一个example 那王正老师 你来分析一下 作为一个Hair Imagine来讲 这份简历 你的这份工作经验 你觉得描述如何呢 工作经验和项目经验 稍有区别 就是你一定要体现出 你和Team的配合 就是说 然后你要融入到Team 然后Leverage 就是利用Team 已经现有的框架 然后跟Team的配合 又能做出更多的东西 非常重要 此外呢 你要说出自己 做的东西的具体功能 你不能说 我加入了 比如说我加入了Kindle Team 然后我这三个月 就是做Kindle 那我完全就觉得 是减分的 对吧 另外呢 就是就拿这个为例子 首先Amazon的Internship 非常好的机会和工作 首先看Title 肯定是加分的 但是如果我看你写的项目 你写了这么多 然后我就非常不了解 你到底做了什么 对吧 实际上你有很多东西可以写 比如说Amazon 我知道每一个Team 都是用的SOA的架构 对不对 实际上你这也开发了 可能不止一个web service 然后呢 你还有你的web service 和其他web service的互相的调用 以及对这个AWS 各infrastructure的利用 你这些东西都应该说出来 而不是简单的描述一下 你到底具体你做的那个系统 是干了什么 对 好 然后下一个 这个也是很不错的一个项目 但是呢 首先更多的是 大家可以看看 更多的是 还是说 我后端用的这些技术 前端用的这些技术 数据库用了这个 我没有看出来 你到底做了什么feature 我只看到了你用的那些技术站 此外 就是包括什么resolved operation issue这样的工作 我知道英特尔 其实肯定要做这些东西 但是就不要写了 这站你一行非常宝贵的 此外 还有一些事情你要抉择的是 比如说你写了网页 HMR就真的别写了 因为真的没有人 不用HMR写网页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DTiger的Jo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不要忘了点击右下角的subscribe 订阅我们的频道 每天都有精彩内容 不断更新哦 好 那我们就来总结一下 工作经验的描述这个要点 那基本上我觉得这四点 同学们还是要去参照一下 你现在的这个实习经历 包括工作经验 写的是不是符合这四点 那第一的话 还是在技能层面上要突出展示 你都用了哪些重要的工具 和哪些游行的框架 这个是如果说能够加粗的话 就尽量加粗 另外的话一定要有performance 工业应用 performance 这个其实是 比较能够突出区别于理论验证 包括学校一些简单项目的 这个一些标准 如果说没有一定的performance 只能证明你这个项目 是没有push to production 对不对 那么另外的话 如果说你有这个团队合作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团队合作这个部分 特别是针对于这个startup来讲 或者针对一些中小型公司来讲 他们是一个engineer在面试的时候 你基本上在onsite的 是会预见到 基本上能够跟你有关合作的 所有的其他team的成员 特别是product manager 特别是UX designer 那在这个时候 如果说你在工作经验里面 能够突出这一点 其实是非常大的这个加分项 那么关于工作经验的 具体描述的这个格式 刚才其实呢 我们已经讲过了 对于项目的描述 每一个bully point的这个参考 其实跟他描述没有太大的区别 只不过你要加上啊 这个这个团队合作的这个部分 好 好 那我们下面就来说一下 技术站的广度和深度的问题啊 其实这是两个事情 第一呢 就是说你平时做项目的时候 如果自己有权利选择 应该怎么发展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那我做完了以后 在简历上怎么能起现 第一就是广度 广度的话 就是说你一定要把最新的技术站 流行的工具都往上去 不管是过HR那关 还是还是Manager那关 都有很大的帮助 但是更重要的 我其实底下写的更重要的 实际上是深度的体现 就是 比如说很多工具 比如说Hadoop 对吧 他有一个word count 这个word count的例子 那你在你的简历的project上 就不能写到这种level的项目 否则的话 我觉得你只是跟着他的这个get started 就做了半个小时 对吧 所以一定要说你用什么技术 解决了什么实际问题 其实什么实际问题都可以 因为首先word count真的就不是一个实际问题 但是我是说只要你解决问题 那你用这个技术的时候 你就一定得有很多customization 这个就是你成长和学习的过程 只要你体现出来 你解决了实际问题 那Henry Manager基本上就是满意的 然后但是我们要说 虽然深度更重要 但是大类的技术都要这个去cover 什么意思 比如说你必须要有一些数据库的经验 比如说你要有一些load balancer的经验 你要有一些cash的经验 你要有一些 如果最好能有一些big data的经验 就是说虽说我不是把各个最新的技术都要会做 但是每一个大类我都应该有涉猎 这样我到时候面试的时候 你就可以给Manager说 我解决过整个网络的这一块的问题 对吧 所以你要体现出 你要在各个领域都有所涉猎 好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一个广告 推荐一门保你拿到北美软件工程师offer的课程 立刻扫码或点击视频下方链接 进入课程主页了解详情吧 课程夯实你的理论基础 提升你的编程能力 最重要的是提供一站式求知服务 如果没有offer 全额退款哦 在课程主页 点击课程咨询 会获得专业课程顾问的指导 赶快下手吧 哦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